好 下一題就換你們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人家這題沒有告訴你誰剩下 你要自己查 3公升的氫跟1公升的氯 請問你可以產生多少的氯化氫 我已經明示你 這題有人過剩 有人過剩 你要查一下是誰過剩 然後要用那個 有用完的 有用完的來算 有用完的來算 不要 來 4號 23號 30號 上來了 有 有這麼多的氫 有這麼多的氯 可以產生多少氯化氫 我已經明示你 這題沒有全部都用完 有人剩下 筆的需要有用完的來筆 趕快上來啊 天黑啊 世界末日啊 趕快上來啊 那三個人 這裡很空欸 都沒有人耶 快點啦 第一步 寫方程式並且平衡 第二步 以資根所求換成末爾 這一題還需要換嗎 這一題不用換 那問你三公升一公升怎麼辦 沒有關係 前面教過了 雅弗家覺假說 同溫同壓下 體積比就是 末爾素比 就把它當作三公升 當作什麼 三末爾就好了 一公升當作 一末爾就可以了 因為同溫同壓下的氣體 體積比就是 分子數比 所以它的三公升 跟一公升當作三末爾 跟一末爾就可以做了 但是你要檢查 我剛才有我教的方法檢查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檢查 檢查誰過剩 你要用自己的方法檢查 也沒有關係 要檢查誰過剩 他不知道 末爾素比是一加一點 沒有啊 我需要你的錯誤答案 你會錯 我需要你的錯誤答案 我需要你的錯誤答案 沒有 不是我之後 是他們跟我講的是錯誤 第一個 這個方程師是錯的 第一個這個方程師是錯的 第一個這個方程師是錯的 是錯誤答案 這種寫的 清氣是H2 濾氣是CR2 濾化氫是HCR 不是H正 H正是氫離子 CR乎是綠離子 不是氫離子 加上綠離子 NC 也不是CLH 沒有平衡 畫個2就平衡 第一步 解除方程式立體的平衡 後面這邊這麼亂七八糟 哪來的1比1 這邊1 隨便1啊 出來的R等於1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個R不等於0不知道什麼意思 哪來的R 看不到 然後最後2-1變成1 這裡怎麼可能有減法 這裡怎麼可能會有減法 我這邊也是寫1加1耶 寫1加也錯 這裡也不會有減法 對啊 第二步 以資根所求換成墨 講過了 3公升就等於什麼 3墨 就把3公升當作3墨 就把濾氣的1公升當作1墨 第二個 第三步 墨爾書比就是均衡係數 那要找誰來比 要找青來比還是找玉來比 要找那個已經用完的來比 誰用完 檢查 我教你怎麼檢查 一個一個 就是我教的方法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法 但是你就是要檢查 3公升 1公升需要1公升 3公升需要3公升 1公升需要1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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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升剩下2公升 1公升 1公升需要3公升 1公升不夠2公升 1公升不夠就什麼意思 2公升不夠就什麼意思 用完了 所以要以誰為準 綠為準 輕會剩下2公升 好 第三步 第三步 墨數比就是均衡係數 找誰啊 綠 綠化氫 綠 比上綠化氫幾比幾 1比2 綠有一墨 求綠化氫不知道幾墨 等於1比2 所以就說 兩墨 就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們這邊說的兩 因為我們剛剛把公升換成墨 所以它就是多少 兩公升 所以它的答案就會變成 我的 綠化氫 會產生的叫做 答案選C 兩公升 重點 檢查 誰有過剩 A加B產生C加豬 題目A也給B也給的時候 叫注意 要檢查 有沒有人過剩 誰有用完 怎麼檢查 剛才是我叫的方法 你可以有自己的方法 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要檢查 檢查誰有過剩 誰是用完的 OK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行運行